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大家简单的阐述一下什么是摩尔定理 摩尔定理是在1965年有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戈登摩尔提出的观察结果 他预测了半导体集成电路的性能每18到24个月就会翻一翻 那么这一预测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持续的成立 使得计算机硬件性能与惊人的速度在增长 那么如今已经开始出现了三纳米芯片的消息 那么预计将会在明年年初投入使用 那么对标2020年底的五纳米芯片时间也正好对得上 那么硬件能力和息息相关的AI是不是也会完全遵守摩尔定理呢 这个问题目前来说众说纷纭 比较火热的就是之前的OpenAI的CEO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一段话 AI的摩尔定理将要出现 称全球的人工智能运算量将会每隔18个月翻一翻 当然以个人理性判断来说 这个具体的数字并不是非常绝对的 因为AI的进步不仅仅只是取决于硬件或者是算力的进步 还会包括但不仅限于算法的改进 数据的可用性以及计算资源的可用性的增加 那么这些因素都在推动着AI的发展 但是它们并不受摩尔定理的直接影响 因此想要描述其AI的进步 可能会考虑的就是数据的增长和算法的改进等等的技术 那么我们由此来简单剖析一下目前AI训练的情况如何 在前几年AI的训练会花费几天甚至是数周的时间 于是在数十亿的投资之后各种新兴计算公司接踵而至 此外Google、英特尔、英伟达等等也已经建立了内部的这些类似规模的投资 近期新版的MLPerf训练基准结果趁势出炉 证明了这些投资是非常值得的 自从MLPerf基准测试以来 AI的性能训练提升显著超过了摩尔定理 首先来解释一下什么是MLPerf MLPerf是一个行业标准的基准测试 旨在积极学习、machine learning、硬件、软件和服务提供公正可比较的性能评估 那么MLPerf也包括了很多的任务子别类型 有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系统到推理系统等等 它涵盖了各种常见的积极学习模型和应用场景 那么MLPerf的测试结果 在之前的2021年测试版本当中 芯片的迭代和早期相比有两倍的提升 但是软件的改进加上计算处理架构的进步之后 速度提升来到了6到11倍 根据英伟达的说法 使用A100GPU的系统性能在过去18个月中已经增加了5倍以上 近2.5年增加了近7倍 而且在最初的MLPerf基准测试3年前 性能已经增加了20倍 有数据可见 AI的发展速度其实有诸动因素相关 然后在近18月以来 其提升的速度远超于之前的好几年 那么在今年年初 英伟达的CEO老黄也表示 AI的发展可以克服摩尔定律的逐渐消亡 人工智能的进步 可以推动芯片的性能的提升 那老黄也解释到 目前AI的行列已经经历了几个重要的发展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在开发阶段 人工智能所需要的芯片 软件库系统等等的开发 这一阶段在2017年之后 发展速度快到难以想象 第二个阶段包括了感知 如视觉和语音识别的突破 目前这个阶段已经趋于成熟 感知也逐渐走向拟人化 目前的阶段就是建立智能能力 比如说理解世界发生的事情 有逻辑性的推测 对已发生的事物的分析和未来的预测 最后一个阶段将是AI软件和现实世界的结合 用于诸如工厂自动化等等的事物 那么目前AI发展的速度 其实远超我们大家的想象 像英伟达 英特尔 AMD Google 微软 亚马逊等占据巨大数据资源 加上先进半导体科技的公司 绝对是关注的重点 像英伟达 在近六个月 股价上涨来接近83% AMD也有39%的上涨 我之前曾在去年有写过 就是在半导体的争端之下 各个大型的半导体公司将会有不俗的发展 而今年的赛道 不仅仅也只是半导体的硬件 或者软件端的竞争 AI人工智能也加入了战局 传统的思维很有可能在今年被打破 无论是生活还是投资 也将可能面临巨大的变革 我们拭目以待吧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